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楊綠的 一二 一二一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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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人全能鐘一通 好 好 興奮 今天一看到我們楊帆先生 世氣高昂 為什麼呢 因為最重要今天看到偶像見面 是… 這個偶像就是我 王彩華 很棒 好 你想開一點 馬上要進行我們的全能鏡頭腦 好 人流炸彈 遊戲的規則就是這一組 派出龍翔坐下去的四位女生 在一分鐘之內輪流把氣球 坐不看誰坐的球數多 請我們學生組派出四… 五個代表來跟我們 來 我們先來跟來賓對抗 如果獲勝的那一組有五千塊獎金 好 預備 要跳高 好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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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漂亮… 加油… 又來了 這真的好厲害 這個擺發擺中 他衝過來男生都嚇一跳 不要…不要過來 有一個女生從頭到尾都沒做破 就是你知道 你是屁股沾個氣球就走了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龍翔 來 來 其他的請就位 謝謝 預備 預備 OK 加油… 好… 厲害… 厲害… 好厲害…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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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八百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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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這組喔 百八百中 14個 總共14個 太厲害了… 我們觀眾組輸的是心服口服的吧 好 謝謝我們苗栗仙 大城高中 謝謝 馬上要進行我們下一個單元 大偵探 好 接下來進行的是大偵探 我們本來賓分成也是分了兩組 大家為你們猜的答案可以重複沒關係 可以重複 你們看看題目你們再商討一下 首先我們進行第一道題 我們請四位男生請出列 歡迎 好 他們四位呢 我們今天猜的題目是什麼呢 不是看他們的西裝是穿幾號的 也不是猜他們的眼鏡 而是猜這四位當中 有一位是戴的假髮 誰是真正的戴的假髮呢 那我們製作單位 測驗的是用兩種來測驗 吹電風扇 強風吹 第二個是做運動 跳繩 看頭髮會不會閃 好 我們現在進行第一關 好 特別來賓這個時候注意看 來 一號往前三步 往前三步 三步 二 好 停 好 請退後 二號 請往前三步 好 停 好 停 三號 往前 頭被我歪 頭被我歪到了吧 再往前 好 停 四號 好 後退 好 後退 就檢視完畢了 好 電風扇收起來 這樣好啊 第二關 第二關是跳繩 人騎最怕運動 假髮跳一跳會掉下來 來 請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停 好 謝謝 請退後 好 結束 好 女人騎最怕 好 接近 現在打� margins 準備 請 開始 1 3 4 4 4 好 停 好 謝謝 好 請站在原位就好 不要動 來 兩組 再看 你們覺得是哪一位先生 1號或2號 他們頭髮跟我就這樣 連3秒就好像一樣 都不會動的 都看不出有什麼任何破綻 你們頭髮是 頭髮是抹了威爾剛還是怎麼樣 對啊 怎麼會硬成這個樣子 我還覺得不會動 4個那個定型力不知道噴了多少 對啊 但是4個當然只有1個4而已 所以一定有一點點 請樓下這一組先猜 來 我們本來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3號 因為3號它的後面非常的多 後 後到那種有點很假很假那種感覺 已經多到那樣子了 可是我們後來看過去的時候 整個正面來講的話 我們是覺得2號 2號 她比較 她的頭髮比較像假髮 2號 對 我覺得她後面的頭髮也非常的多 因為 我有一個男人的觀點 你旁邊有病角 雄性比較荷蒙 比較旺盛的話 你可能就是頭髮比較少 對 會脫 所以你們到底認為是哪 2號 好 來 樓上的呢 我們剛才一開始一進來的 覺得是2號 對 結果後來的到現在一看還是2號 對 結果2號 因為她的髮線 髮線 因為我們一般 我們常常一人會戴假髮 那一般我們這樣一中分的話 如果正髮的髮線是會一直出來 對 她這邊沒有髮線 是因為可能是織髮的關係 還有 垂頭髮的時候 他的眼睛有一點 很緊張 對…很緊張 緊張 其他的人不會緊張 我們一個個來 1號往前 OK 你們是猜2號嘛 對 我們把假髮拿起來 好 等一下… 2號 2號 是真的 是真的 瓜哥你太大力了吧你 真的 他們猜2號 我們先從3號 3號…來 來 我們把假髮拿掉 你是3號 真的耶 真的喔 4號 果然是假髮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蛤 蛤 蛤 這是真的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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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那個楊帆有沒有可能這樣呢 不會 幹嘛 而且很奇怪 你看他禿頭的人 他病腳 病毛都很豐富 有沒有胸毛 講真的 好奇怪 他把毛發展在別的地方上 對 好 謝謝您 謝謝 二號先生 謝謝 好 謝謝 恭喜兩位 各得一分 好 接下來下面一題要猜的是什麼 我們歡迎下面一組 請出列 1號 2號 3號 4號 他們的身高都是175公分以上的 可是他們的年紀呢 有一位只有12歲 五年級 小 國小五年級有一位 是國小五年級12歲 我們要讓我們兩組來賓來猜猜看 到底哪一位 才是真正的國小五年級12歲的 但是我們不能訪問他 因為如果他們講出聲音 小孩子還是有小孩子 同音存在 所以我們用別的來考驗他們 是是 我們請他寫字 一個個寫好了 來 黑板給我 1號女生 請寫您的姓氏好了 姓 好 這是1號女生所寫的字 宋小姐 2號 請出列 這也是寫字很難很難斷 很難說啦 有的人長大的像三四幾 寫得像五歲的小孩子 對 我的媽 吳小姐 像這個多像國小三年級的字 你看 這邊缺個口 頭歪的肩膀斜的你看 跟他的體型滿像的 好 謝謝 好 3號 他也是姓宋 也姓宋 我們決定要給大家看嗎 這個 不要笑 不要笑 從小在外國長大的 這樣 宋小姐 來 請入列 4號 看一下 這是國字嗎 對 可以這樣嗎 好 請退回原位 好 這是給各位要猜的 有一個 一個評選的標準參考 一個儀式 好 接下來進行第二項呢 就是我們走台步 1號小姐請出列 好 請走 請走 躺老鴨 躺老鴨逛街 躺老鴨 走路 怎麼走路會變這樣 他在走路怎麼用路的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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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號 4號 好 好 好 眼睛的您 如果跟他拍出的 出頭男士 這一次一定很難看出 這四位美女少女 哪一位 才只有小學五年級吧 還是您已經 在他們的動作中 觀察出來了呢 廣告後為您揭曉答案 1號小姐請出列 好 請走 請走 誰 躺老鴨 躺老鴨逛街 躺老鴨 走路 怎麼走路會變這樣 他在走路怎麼用路的 2號 3號 3號 膝蓋怎麼都怪怪的 4號 好 好 向各位報告 他們身高都178公分 可是這樣子剎那間 四個看不出來 我們找一個人來跟他們 對比一下好不好 瓜哥一行身高多少 178 178 你看第一位 1號是180 是嗎 180 180 你看 好 第二位呢 這好像也是180 181左右 18 182 沒有量 沒有量 OK 瓜哥 你身高也180幾了 你看 打個都100倍 OK… 瓜哥你進去看看嘛 你進去看看 在他中間 好 好久 怎麼啦 175有喔 但是他們呢 那個龍翔說你好像唐日蓉 姐妹的 不要閉嘴 OK 他們只有12歲 有一位是只有12歲的 來 每一個人12歲一定會剉冰舞了 對不對 1號小姐請出列 預備 起 紅豆 大紅豆 芋頭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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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你要加什麼 紅豆 大紅豆 炒芋頭 芋頭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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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什麼 好 好 謝謝 第二位 各位要注意看 到底哪一位才像12歲的 1 2 3 紅豆 大紅豆 芋頭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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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你要加什麼 紅豆 大紅豆 芋頭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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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配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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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豆 芋童 不是 他從頭到尾就知道 他好像頭怎麼歪一邊 待會兒再問他有心情哪裡不舒服 表情那麼臭 真的 拿回去 4號 下一個 1 2 3 大紅豆 3 頭 插插插插插 妳要加什麼 好 回去 好了 OK 第一組 到底哪一位是今年12歲 國小五年級 我們覺得1號也滿像的 因為他那個臉 還有他一居然 他的動作 可是他的字很好看 完全就很像那種小學生的樣子 對 結果我們討論了之後 我們覺得4號比較像 那個洪小姐 對 因為他寫的那個洪真的是 就像12歲寫的字一樣 對 然後我們還依照那個 發育 發育啦 大小 對不起 我不是人選公級 我們小 我們國小的時候應該也是那個樣子 對 從這個外型跟發育上面看 不準啊 有時候小姐五年級的時候 一定很壯的都有 然後除了這個 我們覺得他臉部呢 有一點稚氣的感覺 對 他剛剛穿紅豆的時候他好開心喔 對 而且他沒有把他跳得最好 對 好 所以第一組這邊認為就是4號 4號 好 4號 那這樣我們就猜1號好了 因為我覺得裡面1號跟4號最像 對… 因為1號他完全是那種就是小孩子的臉 我覺得他好像有戴假髮一樣 我覺得 不是 因為害羞的感覺 對… 很害羞 現在身材還有身高都看不出來 因為有的小朋友很小 就長得很高而且發育得很好 但是臉喔 臉是不會騙人的 1號 好 所以上面這一組認為是1號 1號 我們也可以問問這個觀眾好了 同學他們有沒有認為是 好 你們覺得幾號 3號 3號 爆出冷門喔 都沒有人猜2號耶 2號啊 這看不然不可能像小孩子 不會騙人的 你看看 又哭問了 OK 我們現在要公佈正確答案了 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你現在念哪一所大學 時興大學 你呢 石建國小 實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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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媽媽也 真的嗎 你不要開玩笑那位同學你 真的還假的你 我的天啊 騙人… 等一下… 妳是念什麼學校 我二專畢業了 二專畢業了 妳念哪一所國小 我高職畢業了 可是妳為什麼不看起來這樣子呢 妳為什麼怎麼會像小丸子呢 妳為什麼 什麼態度 你… OK 我們現在公佈他們的年紀啊 吳怡玲小姐 67年次 洪慈玲 67年次 衆思雲 69年次 她沒有生命任 她是個人的兒童護照 真的喔 對 她真的崩潰 對 這樣跟這樣差好多 各位看一下 而且她的照片 就這位喔 天啊 我們現在是被你騙了 70… 76年 76年 我小… 她真的崩潰 小我三歲啦 你真正有沒有 民國76年的 長那麼高有什麼困擾 那是走路的時候啊 就是不注意的話就撞到東西 走路的時候會撞到東西 妳是不是平均每個月要長兩公斤 對啊 妳現在是100… 我178 所以醫生說妳最矮也有190了 對 那妳將來走 妳一定要走世界級的國際模特兒 而且聽說她的這個手啊 手長很大 這位小同學您今年幾歲 今年 我今年13歲啊 難怪手好短喔 對啊 楊思銘的手跟她比一下好不好 OK 其實她 她都比男生都還要大 你看看 真的好大 妳這個以後跟男朋友牽手啊 跟星星一樣 妳在班上怎麼上課呢 老師每次跟我講話必須要抬頭 我就只要低頭 那這麼說妳是在什麼學校裡面 妳是最高的一個 我是在國小裡面全部最高的一個 全省 全省 那我請教一下 您家中是不是爸爸媽媽都那麼高呢 對啊 都很高 爸爸幾個 爸爸185 媽媽 170 廢話 那當然高 這樣來講做什麼 鋼琴老師 那鋼琴要很高 幹嘛 什麼大一台 是因為高而已 不是 這首鋼琴鍵盤也很占便宜 學什麼都好 手長嘛 對 當爬手也不錯啊 什麼話 站在這邊可以拖到那邊的錢 怪手啊 沒有 就不鼓勵啦 開玩笑了 好 謝謝你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這麼說起來兩隊都沒猜到 今天到底誰獲勝哪一組呢 應該這邊獲勝 這邊獲勝了 這邊好像過的關比較多嘛 多一點 我們判定這邊獲勝 謝謝 好 我們還有更精采單元 1 2 3 4 我們開始獲勝過 來自獲勝吧 7 4 4 全獲勝 有些人能知道 好時尊想不想吹 我百萬會被愛 唱不下去 心情很壞 住醫院住那麼久 醫生也不跟我講到底什麼病 只說我鈣質流失得很厲害 雙腿可能殘肺 沒有說我的肝怎麼樣 也沒有說我有沒有心臟病 住院住那麼久了 花費又很大 又不敢跟家裡人講 心情很壞 醫生叫我這半年要快樂 不用想太多 到底什麼意思 人不能生病 講到這裡了 已經累了 要睡覺一下 阿虎 阿虎 生病了嗎 好 我知道 到醫院不是廢話 不是生病 拿在那邊逛街啊 又怎麼樣了 起來跟我聊聊天 唱唱唱歌 跳跳舞呢 你就快好了 你看我樣子可以起來跳跳舞嗎 當然可以啊 你試試看 其實跳兩步可以嗎 可以嗎 來… 來… 很小事啊 你的胳膀鼻沒關係 來… 我不是胳膀鼻 不是胳膀鼻 也好沒關係 來… 可以嗎 跳跳舞先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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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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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還要舒服一點 現在比較有自信一點喔 我再給你多一點自信 真的嗎 來 唱歌好不好 來 唱歌 你會唱什麼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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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輕輕一點的歌 紅豆 加紅豆 來… 唱… 唱一點 比較… 國語一點的歌 剛剛不是國語嗎 這歌詞 這就是… 神啦救救我耶 不能唱 我怎麼沒看過您是醫生啊 我當然是醫生啦 神救救我 沒聽過這歌誰唱 好聽的歌 你給我唱 來… 音樂 你們不太流行 來唱別的 來… 來… 什麼歌會好唱一點呢 紅豆 來… 不要唱… 我們做那個… 那個… 掌香鴨 掌香鴨是什麼 叫那個… 那個… 伏地挺身 來… 我這種身體可以做伏地挺身嗎 可以…當然可以 你試試看 來… 來 裝50阿 50阿 50阿 好… 好… 以前呢 就有一首鐵刀妳號 那床上面呢 有一位很漂亮很有錢的小女生 叫做Rose 對 就在要跳的那一刻 她就一帶一個很帥 像我一啊 對 男主角叫做Jack Jack Jack就救了她 然後他們就翻 好感動喔 是好感動啊 你上來幹什麼 來… 不要唱… 我們做那個… 掌香鴨 掌香鴨是什麼 就那個… 伏地挺身 來… 你…我這種身體可以做伏地 可以…當然可以 你試看 來… 來 做50阿 50阿 我… 請… 請沒事 來 幾下 50 50阿 來… 1阿 5阿 4阿 5 5 6 好… 向山 哎呀… 我現在感覺呼吸比較好 呼吸吻很多了吧 哪些好很多 你這個醫生太優秀了 對… 我現在塵村 塵村 對… 這個治療病人 這個醫生值得推薦 我現在生氣好多了 好… 早上牛年醫生給我鼓勵就對啦 好… 謝謝… 其實身體好太多了 所以原來我沒什麼病 要不要來一點 差不多吧 啤酒喝 可以喝啤酒嗎 當然可以啊 郭先生你可以嗎 我剛剛沒問題 原來我什麼病都沒有 這個醫生太好了 我還沒啤酒 陳小川 還不趕快回去你病床躺 真是的 不是 醫生他不是醫生嗎 胡先生對不起 他是我們住在這個醫院裡面 很久的病人 對不起對不起 還有 胡先生你還好吧 胡先生對不起 他有沒有餓診你 有沒有叫你做福利品真 有沒有叫你唱歌 他叫你跳舞 我突然覺得現在身體又虛弱 胡先生 原來他是病人 覺得很容易 好 他叫什麼名字 陳小川 對不起 我們沒事在那邊叫春 陳小川 兩位 臉床躺好 我對你啊醫生 好 趕快躺好 你是不是醫生 我是醫生啊 我穿醫生衣服就是醫生 好 來 躺好 不要亂搞了 好 好可惜喔 如果他是醫生 他剛剛讓我又恢復自信了 結果你說他是病人 對 病人怎麼能治療病人 突然讓人覺得人生又灰暗很多了 我覺得對不起 很強 不好意思 你怎麼會安排跟一個瘋子住一起的 因為他是過動的 不好意思 那他的病有沒有嚴重嗎 都一樣嚴重 好 那我跟你們交代一下啊 等一下有兩位看護 會來到這裡來面試 我們還請看護啊 對對對 你們家人有跟我交代啊 怎麼了 怎麼了 我這種病還是要看護 那一定很嚴重 不會不會不會 吳先生你千萬不要亂想 真的沒有問題 你就直接告訴我還有多少日子 快死了 不要亂說話啦 要給病人信心 知道嗎 你快好了啦 對… 好啦 你躺好啦 不要講話啦 嘴巴閉起來 你的話我不會相信的 你這個過動兒都亂講話 不好意思啊 兩位看護馬上來 不要生氣喔 不要生氣 不要再亂搞啦 快死了啦 還需要看護 這個病 你不要吵好不好 讓病人多休息一下 要不要加了一下 不要了 不要了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人生沒什麼希望 請問這是 202號房嗎 你是 你好 我是叫做潘橋 蔡什麼橋 蔡安橋 你好 你好 我是新請來的看護 不知道哪一位病人 是我要照顧的 我…肯定是我 他那麼好 怎麼需要看護 你看我坐在輪椅上 來這邊 你可能下個比較好一點 怎麼可能下個好一點呢 下個好一點給你 沒關係 好啦 我讓給你先了 慢慢等我 這是兩位我太多照顧不了 照顧他就可以了 看護是一個看一個 你看我就可以了 好… 你看我多怪 老闆 但是我 誰會唱 《機車與拔蠟》這首歌 我會… 老家長 我會… 你也會 機車嘛 對不對 還有機車拳對不對 機車與拔蠟 會不會… YAMAHA SUZUKI KONTA KAWASUKI 是對面… 不是這個 拔蠟 老闆不是這個 對面部 紅海 溜蓮 跟所有都是一樣 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好多的 對 這就不用了 你會嗎 我會… 來… 1 2 3 1 2 3 加… 我贏了 1 2 3 拔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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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輸了 對 你就是我要照顧的病人 來… 好 怎麼有這麼下流的錢 拔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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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拼蠟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陳小春 小春 你可以叫我春春的可以的 小姐 你是來看護的 對啊 對不對 你們老闆沒有交代你要看護誰嗎 總有名字吧 怎麼划個拳就看護人 你照顧的病人是誰啊 夜整灰的嘛這裡 找誰 找會划拳的那個 這是老闆的 他那個叫拳嗎 那捏捏拉拉的叫拳嗎 我不相信 我問你 我問你看護是否公司打尿叫你來的 大公司打尿叫你來的 那我不是有兩個看護 我的看護呢 有沒有更漂亮 有一個更付經驗的看護就來了 你放心 你放心 很漂亮 好 來 請進… 看護來了 我幫你開門 來… 歡迎 謝謝… 謝謝… 不是大事 一個要看護的 他是不是 老闆 老闆 老闆… 怎麼可以自己推文你 這個事情由我來就… 好可愛啊 阿喬… 好可愛啊 阿喬 我很喜歡唱歌給他聽的 很喜歡人家唱歌 等一下會好好的故事 等一下… 好… 喂 我問你啊 好… 你是看護嗎 我是看護啊 你還是來看病的啊 沒有 我是專門看護的 好有經驗喔 你年紀那麼大 怎麼可能來看護呢 你還出來工作 不是很辛苦嗎 可以 年紀大要找一份工作 做成比較好 你到底有沒有經驗啊 哎呀 每次問到人家的經驗 那是有一次 我在高中畢業旅行的時候 有一個男同學把我帶到草叢 他說 美麗 你來吧 我說不要 他說來吧 我說不要 你說… 你是… 我有工作經驗 有沒有看護經驗 我不是接吻你的經驗啊 我看護的經驗 我當然有 有多少人以前生病的時候 都是我看 都看到他們死為止 那你還是回去 我必須要看護我自己 既然來了我裡面的薪水 你不讓我去 那你不如叫我這個老人家 撞牆死算 來… 我現在累了 人家躺在床上多舒服 躺得也真舒服 對 床頭鋪一鋪要睡覺了 睡覺了 那… 怎麼樣 小淳 小淳先生 不好意思 你們同病床之後 叫我跟你睡覺 走… 走… 陪她睡就好了 來…不用陪我了 誰要跟她睡啊 我是幫我鋪床和睡覺了 鋪床和… 我以為你說要我跟她睡覺 那怎麼好意思長那麼帥 你教她… 還跟人家睡覺 對… 你也不錯耶 好…睡覺… 怎麼樣… 對… 蔡小姐 我很悶啊 妳很悶喔 我想聽故事 那你想聽什麼故事啊 我想聽… 鐵道你好 好啦 那我就告訴你一個故事 叫做鐵道你好 輕鬆一點 不要給人家聽得到啊 OK 好 那很久以前呢 就有一首鐵道你好 那床上面呢 有一位很漂亮很有錢的小女生 叫做Rose 像李懿啊 對 她有一個未婚服 但是她不想嫁給她 所以她就要跳海 就算要跳的那一刻 她就遇到一個很帥 像我一啊 就是很強 對 男主角叫做Jack Jack Jack就救了她 然後他們就發… 好感動喔 是 好感動啊 你下來幹什麼 不是啊 我聽到她講故事 講得好感人啊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講故事 多好聽 我再繼續 阿強… 阿強… 他們講故事給我聽 我也要… 欸… 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對… 你那個在那邊 我就在這裡 哎呦… 吳老闆 我也會講故事啊 好啦… 好… 睡覺 好… 我講這個故事也滿好聽的 他講的是鐵達你好 我講的是鐵三角 很好啊 我不要聽啊 鐵三角 這個故事不錯啊 這個鐵三角的故事很好啊 那個鐵三角的故事講三個人 這三個人 有一個叫做胡瓜 一個講赫羊 喂… 有一個叫楊… 你講故事很吵耶 我要睡覺 你要睡覺 你講… 你不要…可不可以啊 可是每一次我一呼吸 新鮮空氣自然會… 那你不要… 那阿嬤 我盡量控制一下啊 好… 老闆 我可以呼吸嗎 不要… 我心臟已經美麗了 不要再嚇我好不好 你當然可以呼嚇 好吵喔 對不起… 小心就聽啊 嗯… 好了 時間到了 小川 我們要量體溫喔 好 來啊 來 來啊 不是真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乾不乾淨啊 讓我幫你洗乾淨吧 不用啦 你拿的東西肯定會乾淨啊 對啊 來 好 嗯… 好巧 我們也要量體溫快 不要… 這裡啦 這裡啦 別生氣嘛 胡瓜凡 要量體溫 我們也有啊 好… 來…你翻過來… 你幫我量體溫 你幫我量體溫 是我啦 我需要看我 好… 好… 量我們很有經驗的 很有經驗… 好關鍵 好關鍵 對 來小川子量 來… 來…固子脫下 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量量 這個問題超準啊 好… 沒有 那你刮一點喔 要多吃藥 那就很快就好 知道了 要刮好不好 恭喜… 有沒有看到人家 體溫很好啊 人家量是量哪裡 量嘴巴就好了 對不起 來…量體溫 切蘋果給我吃 好… 應該差不多 我看一下 哇… 沒有溫度啊 快死了 快死了 你剛剛量哪裡 不是 是這樣量嗎 這樣子量啊 你不會量嘛 忘記了啦 嚇我一跳 我以為活得好好的 你這個身體狀況 就知道體溫一定不好 真的 做了一天 有點累 可不可以幫我BODY MASSAGE 好啊 MASSAGE 哪裡累啊你 不是 我先按那個胸部線 來… 不要… 我先… 怪你什麼事 你常常嚼它 它是我的 這個是你 你想要幫我餵一個習慣嗎 來… 過一點… 不要碰到它 來… 來… 那可不可以現在開始 MASSAGE 可以啊 當然啊 來… 你喜歡哪一種 我喜歡 吃起來的嗎 還是那種 你喜歡啊 我喜歡喔 來… 你喜歡哪個部位啊 身體每個部位都按一按 好… 好…來… 這樣可以嗎 力度好嗎 非常好啊 喔 爽啊 感覺 真爽 不要再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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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累喔 幫我按摩好不好 老婆婆 妳是有偏… 很有經驗 妳是有偏左鎮還是偏右鎮 妳一直看了阿球 難道我不夠美麗嗎 至少我的名字叫美麗啊 對… 我也可以幫你按摩啊 哇… 哇… 哇塞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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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哇… 為什麼你按摩就好像那個… 那個李榮燕的音樂都出來了 對啊 以前我在李榮燕拍過一段時間 這一票都跟我的嘛 好… 我不要按了… 我全身看到你不痛 唉呀… 到前面 好…來 唉呀… 真的… 每天按一按 人都不會… 爛爛爛 唉呀…我就知道啊 唉呀…老闆 我跟你講 他那個按摩是因為音樂的關係 他們的音樂比較柔和 按起來比較好 剛剛我們那個音樂不好 所以你不想按 我也原諒你沒關係 我幫你容易選比較棒的音樂 你一聽你就很想按摩的 什麼音樂 哇…這個音樂一定很棒的 哇…這個音樂 我這個難得啦 你可能… 一定要尿這麼大一壺 我跟你講 我把它拿去倒啊 無浪… 對不起 小心我把屋臉 來… 我都知道了 老闆 我跟你講 他那個按摩是因為音樂的關係 他們的音樂比較柔和 按起來比較好 剛剛我們那個音樂不好 所以你不想按 我也原諒你沒關係 我幫你弄一選比較棒的音樂 你一聽你就很想按摩的 什麼音樂 哇 這個音樂一定很棒的 你怎麼幫我幫你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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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放什麼音樂 強力是功夫 功夫百分 幹嘛 我還不會像是打功夫 對不起 我是個病人 我不要哭 這個音樂是什麼音樂 對不起 可能音樂放錯了 每次都帶錯音樂 我再放另外一卷試試看 這個應該不錯 這一卷應該不錯 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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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給你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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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色 對不起 你要恐怖 你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按摩 不要按摩 睡覺了 睡覺了 時間到 睡覺了 我想尿尿喔 好了 那... 在哪裡尿啊 我們去洗手間 不是有一個尿谷在這裡尿嗎 洗手間比較方便 因為太小了 我走不動喔 來啦 我扶你啦 你扶我啊 小心點 我很重的啊 OK 好 小心啊 我們去廁所裡面 還有人過動了 走不動的 不要臉 沒有人在裡面的 那是你跟我兩個 不要敲啊 我要敲啊 敲什麼 不要敲了 你要敲了 好 我先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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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敲我去廁所 來來來來 你要敲我去廁所 我累了 好 吳老闆 你想尿尿 我美麗陪你去尿一下 好 不要不要不要 不想尿 你要睡覺了 睡覺了 我陪你也很好啊 你不用擔心什麼啊 好啦 這一次讓你舒服 哇 這殼音很差啊 真爽 阿昌 胡先生 我上這 這個 你幫我拿這個回來啊 對 我是要你帶我上這 你不是要廖廖嗎 那你來幫我快 把我來救好了 把我來救好了 快來 快來 來我們 你坐這裡 你幫幫那個人 阿巧真是怪女孩子啊 還替楊婆婆拿這個回來 快去划你 你辛苦嗎 哪裡 應該的 你幫我嗎 阿巧 阿巧 等一下婆婆就幫他了 我幫他 謝謝你啊 謝謝你 謝謝你 來來來烏老闆 來來來 來來來 你對哪裡啊 你對他哪裡啊 你對他哪里啊 右邊一點 上面一點 這個又下去了 下面一點 怎麼那麼快的下去 這樣對不對 有了 我可不可以小聲一點啊 吳老闆你好厲害 你還會尿尿啊 了不起耶 誰不會尿尿啊 你病到這麼嚴重 對… 好啦 尿完了…抖一下 可以嗎 好… 不能帶上面嗎 可以嗎…可以拿起來 可以… 謝謝… 謝謝弟弟 好啦 推動你吧 我…嚇死人了 胡老闆 你尿了快整壺都是了 還好沒有甜甜的感覺 你沒有含尿病現象 謝謝… 可是很難得啊 一個人一瓶要尿這麼大一壺 我跟你講 我把它拿去倒啊 胡老闆… 這是老闆 有一點 有… 哇… 那我先放地上好了… 不要 我們推就一點了 哎呀… 你怎麼會髒啊你 對不起… 你這樣手沒有力還當看護啊 年紀大了 不好意思 那我還好沒有在這麼大便啊 對 不會那麼嚴重 你要跟我全身還不擦乾淨淨 對…不來了… 哇 好髒啊 喂…我這邊要擦 你這邊要擦 對不起…我會自己擦 弄了全身都死了 對不起… 對不起… 自己的尿沒關係嘛 尿都可以醫療了 沒關係啦 好… 好啦 小春 哎… 現在很晚了 不晚… 早點睡了 怎麼快 我明天六點鐘來叫你起床吃藥好不好 好… 要不要你今天晚上就叫你睡啊 一起睡 不要啦 這裡太小啦 我不睡啊 我坐啊 你睡啊 好不好 不好了 阿橋… 等你… 你不要叫阿橋… OK 你叫… 你叫… 在這邊過夜嘛 那邊我們… 好啊 我在這邊過夜啊 我叫他沒有叫你 那你六點鐘就叫我起床啊 對啊 等你吃好藥病好了 我們再出去玩好不好 好啊 那你怎麼要叫我起床啊 我會在你耳邊小小聲的叫你起床 好不好 好 乖囉 好 要早點睡啊 好 你真好 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沒有 沒有 就爽了 阿橋… 明天早上順便叫我起床啊 不用… 不… 老闆 明天是我叫你起床 我也會很親身 老闆六點鐘了 起床 來…不用… 你不用來了 年紀那麼大了 一大早來幹什麼 你就Morning Call 用電話叫我就好了 Morning Call 什麼是Morning Call 就是用電話叫我起床 用電話叫你起床 那我知道了 那老闆你也趕快休息啊 你趕快休息 來 阿橋… 你要… 我們一起走吧 這是我們一起走啊 小心啊你 你也要小心 你照顧得真好啊 你也是啊 你也不用啊 晚上到楊婆婆家睡就好了 好了… 好… 來… 小心啊 阿橋… 拜拜 你叫我啊老闆 你叫我啊 慢…不好意思啊 好… 明天再叫… 小心啊… 真好啊 這就是最好的 瞧… 小春 喂 起來 立即醒來 這麼快啊 六點鐘了 剛好 對 來…我們吃藥吧 好好睡 好好好… 睡得好不好 你叫我吃床 還沒醒啊 還沒醒 阿橋… 阿橋… 阿婆婆叫 姐呼呼叫 她昨天… 她昨天啊 就用那麼常常叫婆婆婆婆婆婆嘛 叫我的名字啊 很小 等一下 因為要小心一點點 什麼事 為什麼 因為昨天啊 她一直說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她叫我早上給她 早上給她 就是用電話叫她 用我呢 用電話叫她起床 可是我不知道做得對不對 你給她教教我好不好 好… 好… 你是幾點早上啊 六點鐘 六點鐘 剛好 她叫我用电话叫她起床好了 就好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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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了 打电话就跟你吊吵我干什么 你不叫我用电话叫你起床吗 我不叫你不叫你吗 我不要你这个特别看护 我把你宰了我受不了 你不叫我 全能共同X情人单元推出后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爱护 现在赶快请大家告诉大家 X情人马上就要开始了 X情人本周的女主角小档案 张朔娟职业学生今年19岁 女主角的母亲黄俊霞女士 是一位全职的家庭主妇今年39岁 在张妈妈还没见到五位男主角前 我们先来听听她给女儿的恋爱守则 交朋友就对了 你怎么交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什么叫保护自己 不要范围超过就好 什么叫超过 性交 欢迎收看我们的X情人 上周的播出呢 受到广大的回响 为什么呢 很多父母家庭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非常有道德良知 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 让父母亲了解自己子女最近在干什么 谈恋爱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从来没带回家 在这个节目当中 具有公信力的节目 子女 让自己子女 不会被人家使乱中气 对 子女交朋友 静朱则赤 静默则黑 所以今天请到我们两位鉴定团呢 这两位呢 对爱情非常有经验 首先介绍这位美丽坏女人 西曼玲 嗨 各位观众朋友 待会儿准备 好 为什么说要美丽坏女人 要当个坏女人 还要长得很美 那具够别的条件 当然不美就很难成为坏女人 像你明明说她坏吗 不会 你一直说她不美呢 当然这两位评审来讲的话呢 对男生呢 只要一开 一看到她就是男生 一看 一看不出 一看到 一看到男生就会 不是 分别出好坏 逃得给我发言 是是 欢迎两位掌声给她们鼓励 好 今天要请到的这个委托人啊 那不是吹牛的 今年才19岁 她的母亲才39岁 这么年轻 早婚妈妈 妈妈早婚嘛 所以怕女儿惊到她啊 所以也惊 但是她们两个好像 有在外地求学 很少跟妈妈 禀报她生活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妈妈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非常的担心 就来报名了 当然不是她报名参加 她是去女儿啦 去女儿 对对 来我们首先先介绍这位女主角 今年才19岁的 张朔娟 今天 X情人的女主角张朔娟 目前就读实性商工三年级 个性活泼外向的她 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 但是她却从来不曾脚踏两条船 因为她的恋爱观是 真爱只要一个就够了 真是个乖女孩 如此有原则的少女 她的男朋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真是令人好奇 今天她就要透过X情人 正式把男朋友介绍给妈妈认识 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 现在我们先来听听她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 今天上这个节目 其实真的心情也蛮紧张的 那 因为这个节目是需要 妈妈的配合跟我一起去上街 所以我也希望现在是 跟妈妈讲说 我心里比较紧张 你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十性工商三年级 狮子座 血型O型160公分 49公斤 恋爱次数有5次 你19岁就谈过5次恋爱了 但是每次 听说相隔不到3个月 今天看到你本人 真的觉得当我们跌破眼镜 是 是 可惜她一定有过人之处 是 我的意思说应该谈恋爱10次 反正介绍妈妈 妈妈还没听到我们一番话 妈妈出来访问就不能这样 妈妈听说 没有耳背听不太清楚 对 要非常严谨 妈妈才50年次 黄玉霞 对不对 一下欢迎黄玉霞 你好 黄妈妈你好 黄妈妈 三位主持人好 现在有几个子女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会不会比较担心女儿 不担心儿子 不会 都是一样会关心 那她要住校 你怎么可以让她住校呢 因为她从小我就会观念她一个 灌输她的一个观念 灌输她的一个观念 我就跟她讲 你跟任何一个男孩子在一起都没关系 但是 吃妙爱洋青水 不是 不是这样 什么想要 就是说你交朋友就对了 你怎么交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什么叫保护自己 保护到哪里 你不要范围超过就好了 什么叫超过 性交 好了吧 你一定要蒙对吧 你有谁要蒙 谁要蒙 打拨沙拨问到底 就是性别的交往 要注意到 那有没有叫她准备一些 该要预防的那些东西 就是不要交就好了 就是那个不要交就好了 就不用准备了 不要那个交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让女儿了解说交男朋友可以 但是不要进行到那一个部分 所以 这个说的是很好 可是很难控制 可是很难控制啊 很难控制啊 对不对 像妈妈你为什么那么早结婚呢 你也会想啊 妈妈你以前有控制嗎 不是 有时候比方说花钱月下 妈妈有控制 妈妈有想控制 可是爸爸就是不控制 那就是爸爸的不对了 这边都同意了 妈妈你請坐好 来 我们谢谢妈妈 好 谢谢妈妈 今天看到这一对母女呢 我们可以感觉很进行 她们很开通 反而女儿要越尊重妈妈 妈妈 越尊重女儿 对…好 接下来介绍五位男主角出场 好 这五位男主角今天呢 叫我们鉴定团 以及她们妈妈呢 来特别的 到底哪一位 才是我们今天女主角的 男朋友 一起来欢迎李申阳 林笑如 杨重男 何力环 王晓 王晓 哇 这几位都是帅哥 气股健壮 割得很性格 这我很怕 妈妈看你也会喜欢 妈妈 你看五位都在演奏 你有看到 你男朋友真有感动 很有男朋友 李申阳你好 好 三位主持人 以及两位特别来宾 李申阳二十一岁 文化大学美术系 二年级 一百七十二公分 六十六公斤 也是狮子座O型的 文化大学 她身体非常壮 你看看好像是体育系的嘛 是美术系 就是在哪家做的 什么话 没有 好 二号 林笑如 今年二十三岁 东吴大学 会计系 今年是大四了 对 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 六十公斤 摩羯座 B型 恋爱几次 三次 三次 哇 那 这是最后一次吗 今年是最后一次 希望是 希望 你喜欢男女士 活泼外向的 对 不会说 玩起来就是 看起来很保守这样子 就是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出去玩的时候 这样子可以 比较活泼一点 举例呢 举例喜欢哪一种 像明星喜欢 像 徐若萱这样子 不错 三号 杨先生你好 今年十 十八岁而已 对 没有职业 现在念书吗 身高一百七十一公分 五十三公斤 天蝎座 O型 恋爱次数 二十六 二十六次 二十六次 二十六次啊 哦 哦 哦哦 哦 啊娘喂 最近摸到牙床了 哦 没有性关系的总共有 二十个 有性关系的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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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这个 喂 这个女朋友是 在这这个时候当中嗎 这个还是 还没 还没 gleichzeitig關係多病 表会不好 这个经验好吧 将来老婆幸福 这个让妈妈也放心了 对啊 这个先生 何秀之位 何亦环 你好 今年是25岁 职业是唱片行的店员 171公分65公斤 水平做O型 喜欢不做做不龟毛 讨厌龟毛 讨厌龟毛 女孩子龟毛会让你厉害 就觉得很难领域 有没有让你碰到很龟毛 有没有让你碰到 就是有时候谈事情的时候 他一下说要这样 一下要说那样 然后什么样都不行 对 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到晚上就变别的 所以要看什么电影 等一下有改变主意 对对对 龟龟毛毛 尤其是你的内裤颜色不好看 尤其是你怎么样的 讨厌 您张小姐龟毛吗 没有 她非常阿沙利 那你看她妈妈呢 也是很阿沙利 妈妈她怎么知道呢 不是 看样子 刚刚讲过的 聊过 刚刚谈话就知道了 好 那您有没有恋爱次数 现在恋爱次数是两次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摸 坦白讲 好 那有的就不用摸了 她不归毛 对 刚刚虽然全身长毛 但是不归毛 真的不简单 你的作用名是 只有爱不爱 没有愿不愿意 只有爱不爱 没有愿不愿意 所以你不需要问女生 愿不愿意的 就是两个人相爱就是相爱 没有说要不要 可不可以啊 爱就是爱 是吗 是大到王五行的 也有点大男人 其实爱满了啰嗦什么 突发点最好 爱为主 王翔 王雨昕 王翔 这个人 清秀 清秀 清秀佳人 23岁淡江大姐 电机细大四176公分60公斤 双子座B型 恋爱次数是 恋 两次 那这位是淡大 那有没有 有 有过经验 那是这位张小姐吗 不是 你的座右铭是恋爱座右铭 真实面对自己的感情 真实面对自己的感情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来 五位男主角请就座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五位男主角 每一个人都非常大方 也非常坦然面对的一切 好 我们现在一一来做访问 让我们鉴定团也可以了解 这个您跟女主角认识的经过 能不能简介一下 好 我在暑假的时候 打工是在路边发问卷 结果因为那一天 他每天都有规定工作量嘛 那如果没有发完的话 就是回去不能交代 然后我碰到就是小娟 然后他就是 我上前跟他帮 就是请他要 请他帮忙 然后他就很欣然地答应 然后第二天我就希望说 他也能就是帮我忙 然后他就第二天是帮我发完的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认识 然后留他的电话 然后开始跟他交往 那你如何称呼你的女朋友呢 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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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初吻是在哪里 初吻是在 听似父母的手 这位先生 你可以简述一下 您跟小娟 谈恋爱的过程 就是说 在他去年生日的时候 8月23号 然后他们在KTV唱歌 然后我就是 他有认识我朋友 然后他就邀请我一起过去 为什么选择在823炮战那一天 8月3号 8月3号 8月23号 823 朔娟的生日 妈妈 他是823炮战生的 那时候战况一定很激烈 是 不断下去有的 这样吧 夾断后 夾断后 是 炮弹落得刚刚好 对 然后就是在KTV第一次认识 然后就是 对他的印象很好 然后之后就是彼此的通电话 然后就是这样子认识 你跟他不熟 他过生日你怎么会去呢 是朋友的人 他朋友 他认识的朋友是我朋友 所以因为这样 对对对 他吸引你的地方是 他的嘴唇 嘴唇 他的歌声呢 歌声很好 真的啊 对 当时他唱了什么歌 他唱那个 哦 那个要想一下 大概是 台语的 国语的 国语的 哦 那个听海 听海 对对对 海哭的声音 对对对 哦 他们也是一票朋友去玩 然后看到 说我觉得笑容真的很可爱 然后他跟他学游泳 我就故意过去搭讪他 然后去教他游泳 坏之后我们就彼此留下一个电话 就开始联络了 开始联络了 对 多久才有亲亲 一个礼拜 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问他的时候 你要问他 可不可以亲 对 亲你是吧 对 他说 好吧 他没说话 我就亲过去 他没说话 你把嘴唇弄出来 没有 你如何称呼他 捐 捐啊 对 捐多少钱啊 接下来这位想谈一谈 你稍微简述一下 您跟他的恋爱过程 就是说在半年前的时候 我恋完乐团 都会常去一家他打工的 那个日本料理店吃东西 然后吃完以后 因为那天 恋完团以后 大家还有事情讨论 所以吃完就匆忙就走了 然后手机留在那边 回家以后睡一睡 隔天早上起来 发现手机一见了 那赶快先打自己的号码 打起来的时候 刚好是他 把我收起来的号 他怎么会捐到你的手机 因为我在那边吃的时候 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是里面的服务生 哦 对对对 是天魔的一家的日本料理 哇 你就这样认识 然后你有初吻是 就是有一次我在练团完之后 跟他有约 约一个地方见面 然后我见到面以后 我就说今天练得蛮累的 然后就 我就问他了 你是练什么练的蛮 乐团 你是负责什么乐器 我是负责主唱而已 哦 唱歌 唱歌上类的嘴巴 所以说他当时就是 因为被你说感动 你是就亲他了 对我就亲他了 亲他之后他的感觉怎么样 所以你胡渣太 对 胡渣很刺 不会很痒 一般来讲他亲只有亲吗 有没有接下来的动作还是 没有啊 接下来就送他回家了 是是是 那你如何称呼他 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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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叫小娟 有的叫娟 有的叫朔娟 这位同学 来稍微描述一下 我大概是半年前吧 在那个 在仕途的时候 在仕途然后我在查资料 然后后来他 我那时候搬了一堆书 然后他 可能是很匆忙吧 小娟他就不小心撞到我了 然后后来 撞到你什么地方 对 没有 就把我的书撞掉 然后电影的情节 对 真的 真的很像电影的情节 然后他就帮我把书 书就是堆一堆啊 然后就还给我 然后那时候是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吧 这么女孩这么温柔 对啊 我觉得他蛮漂亮的 那你们第一次出文在图书馆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在 我们是上阳明山 上阳明山 阳明山 就后来认识了以后 对对对 一起去玩 对 那阳明山什么地方接过来 阳明山那个第二公园 第二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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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那个地方 那你就叫他什么 我就叫他小娟 小娟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 刚刚鉴定团的要求 每个人都要亲一下 看他亲的感觉是什么 亲的那种表情是什么样 让鉴定团人 在亲完马上就要举牌 第一次举牌了 好 来 女主角请出列 因为呢 妈妈在线上 让你们真的接吻 但是经过这个人 你当作没有一样 表情一下 来 要深情狂犯 亲完之后要讲 男生要讲几句话 请 接下来 一场晋升的肉搏战即将展开 张妈妈是否能从问你的过程中 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呢 好戏就要开眼咯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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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妈妈在现场 我不能让你们真的接吻 但是经过这个人 你当作没有一样 表情一下 来 要深情狂犯 亲完之后要讲 男生要讲几句话 请 一句话 小萱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接吻那时候的感觉吗 哎呀 咕哩咕哩咕哩 好感觉的感动 第二位 第二位 二号 你打开了 你是不是 是不是要死啊你 好 小萱 你知道吗 我认识你是最快乐的事 你这个很奇怪 那千万你要倒退那么多步 那这个就淘汰掉了 你知道吗 可是刚刚跟他接吻的那个非常 深情款款 对 他今晚怎么往后退呢 而且你明知道 其中只有一个是 你为什么每一个吻 都这么热吻那种感觉 这么陶醉在里面 你管得压力的对不对 这个是要让我们鉴定团 好 鉴定看看对不对 林夏娥请入 3号 杨重兰 1号 3号 尤 Terry 出品 вод 成ة 你知不知道 出品 取? 作? 超市 人 Chin 沒辦法不愛你 沒辦法不愛你 多麼直接啊 好 請坐 媽媽請把口水擦一下 你要知道我們女生最迷這種的 沒辦法不愛你耶 來 五號來 還黏住啊 講幾句話 我會怕 請講 小菅認識你之後 我的日子變得多彩多姿 你騙我 好 請錄電 好 接下來是媽媽跟賀一航來 有這個榮幸嗎 來 請錄電 媽媽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做節目關係 所以五位男生 但是我們都加了這個安全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們建定團 你認為是幾號 比較像是張碩君的男朋友 剛剛從所有全面的表現 首先我們來看媽媽 給大家的感覺 是她認為幾號 1 2 3 3號 媽媽為什麼認為是3號 妳是怎麼認為是3號 因為我這個女兒 滿... 這個看起來更高興 可能... 這個高興 這個會高興 二十幾次 二十幾次 現在二十幾次 這樣 有當時也沒時間說的 現在的小孩都比較... 吹牛 吹牛 對啊 吹牛的意思 對啊 也不一定啦 會胖... 會胖不會胖 不會胖 喔 會胖不會胖 所以我們小孩 會胖不會胖 會胖 所以媽媽的意思 用3號 是看起來好像 她管理比較會得到 對啦 但是我們這個向觀眾報告一下 這女兒雖然坐旁邊 但是從來沒有說 妳私下沒有透露出席 這個才是要媽媽公平自己 說不定有意外的 好 那我們請美名醫 公平你的答案一下 2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其實 大家都在注意看前面 他們在這個接吻的時候 其實那個安全之吻的時候 其實坐在這邊的 其他四個男生的這個表情 我很注意 只有2號有嫉妒的那個表情出現 其他的都無所謂 所有的嫉妒表情是 就是她看到別人在親的時候 她很這樣 她看到她在跟那個 女主角在跟第一個人親的時候 那個2號就這樣 然後聞到她的時候 這個女主角還故意後退 然後之後呢 其他的人都是 就是在那邊好像看 就是看電視播出嘛 所以只有2號有那種切身之痛 我從這邊呢 切身之痛 好像割她身上一塊肉的感覺 對 就是 怎麼會我女朋友這樣 公然跟這些人這樣 雖然是有格 可是那個表情 那手又吹出去 怎麼會這樣 喜曼妮 5號 您認為是5號為什麼 這個女孩子 像剛剛那個媽媽講的 比較輕鬆 因為這個女孩子 獅子做O型的 所以又是老大 她通常會比較霸道 但是她很活潑比較自然 你說5號比較沒用對不對 不是 5號屬於 不是 不是 5號比較斯文 而且她是V型的 又是雙子 雙子的個性呢 會猶豫不決 然後她又是V型的人 所以呢 她會比較 個性會比較硬 那通常呢 只有這樣的男孩子 才刻得住 這麼比較大方自然 而且又是屍屍座的女孩子 好面子 好朋友 好交友 這是我感覺 她已經出現三種不同的答案 那這個節目就精采了 好 謝謝 我們給她們掌聲鼓勵 謝謝 OK 這是第一支舉牌 接下來呢 我們將打破沙坡問到底就是說 評審 鑑定團可以問任何的問題沒關係 來 請5號西曼妮小姐請發問 好 我就問5號 就是她跟你第一次吵架發脾氣 為什麼 因為我對很多女生都滿不錯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朋友嘛 所以不會說 都會客客氣氣 對…都會對她們滿好的 所以說我覺得 那小菸她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 不是 對她來講 她會覺得不開心 對 然後她有的時候 她有一次聽 她知道我 就是那個 我有女生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她知道了 然後她非常不開心 然後跟我吵了一次這樣 好 李明依有沒有問題 有啊 我要問那個2號 就是 你的女朋友小菸她 她最喜歡什麼樣 顏色跟樣式的內衣褲 她喜歡嗎 你不一定要看過嗎 是你想她會喜歡的 她喜歡大部分的顏色都是藍色 然後白色 黑色 她現在穿了紅色的 沒有…大部分 當然也是會有一兩件不一樣 那你怎麼會知道她內褲的顏色呢 我是說上內衣啦 因為穿衣服 有時候多多少少會不小心 不經意嘛 那你到底有沒有看過她的內衣顏色 沒有… 穿衣服都不經意會看到 有時候下一天流汗會透明 所以藍色白色跟黑色這樣 對…謝謝 OK 我想問每一個人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回答一下 對… 因為這個大家會很好奇 就是你跟你女朋友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到現在為止 應該已經滿親密 當然不是說你們上幾壘 我是說那個關係好像滿穩定的 怎麼會沒有去見過這個女朋友的家長呢 是甚麼原因 是你不想去 還是她根本也沒有… 就你們有沒有聊過這樣子的事情呢 是甚麼原因 請大家回答一下 五號王先開始來 我覺得她…她現在才19歲嘛 然後還…年紀還滿小的 那我是想說她20歲的時候 再帶她…她帶… 再帶我去見她父母這樣子 等到20歲之後她去見她的父母 好 這是你的答案 四號 是這樣因為她曾經說過 她媽媽比較不能接受我這種打扮 因為我以前留… 留長頭髮留到屁股那邊 然後她就說最好還是不要 那因為玩樂團的人多少都會有點堅持 所以都一直沒有去見她的媽媽 好 每個人的說法都不都好 月行的關係 所以怕媽媽不開心 三號 她常常說我的感情不穩定 然後她怕我會變心 然後再去跟她媽媽看 然後她想說等我感情穩定 差不多一年半之後她才帶給她媽媽看 二號 因為我現在目前面臨一個就是兵役的問題 兵役 對我是希望說能夠當完兵之後 能夠給她比較多的承諾的時候 再去打算見她的媽媽這樣子 一號 因為我覺得見雙方的父母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那我跟她認識不是很久 那如果說是要見面的話 就是說還要再過一陣子 讓我們心裡都做好準備之後 再去見她的父母親 好 每個人每個人不同的答案 都說得還滿不錯的 最後一個提問 請 請 也請五位都回答 你們平常出去約會的話 大部分你們付錢 還是張副根付錢 張副根付錢 誰付錢 而且還有一個附帶就是說 她平常打工嗎 五號 五號 她有打工 她有打工 誰付錢 一開始是我付錢 然後後來她就一吵著她也要付錢 然後她是想說要出一半 可是我覺得這樣 出去玩的時候這樣 她付一半這樣太難看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決議就是說 大賢 然後小錢是他做 所謂大賢 什麼叫大賢 大賢像看電影啊唱歌啊 小錢呢 小錢就像吃點 坐公車 吃東西的時候 吃東西 坐計程車 打電話的啊 因為她還是學生嘛 她有在打工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工作了 所以都是 通常都是我在付 對 她就幾乎很少 四次只有付一次吧 大部分我都說 我來付就可以了 OK 三號 她有在打工 嚴格說起來 是我跟 我爸 我爸跟她一人一半 因為我現在 我沒有打工 所以你爸爸給你錢 你爸爸給我錢 你爸爸給你錢 所以你錢都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出去玩都一人一半 好 二號林先生 基本上就是說 我如果說 經濟上比較好的時候 就是都是我來出的 那有時候 人都有 手頭上比較緊的時候 那你有吃過軟飯嗎 沒有沒有沒有 軟飯我也不吃 我不吃 七七分 有時候是他付的 對有時候 大部分 但是大部分我都是 當然都是我付的 你付的 好 一號 好 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先聲明 我覺得不是大男人主義 或者是說 大中臉充胖子 他就是 我跟他出去所有的開銷 都是由我來付的 對 那他 他有打工 我也有打工 那我覺得說 就是 我自己打工的錢 就有辦法 付所有我們的開銷 所以我覺得說 這也可以證明說 我將來也是可以養息他的 所以完全都是由我來開銷 好 媽媽有什麼問題 想要簽到他們 我想要問那個五號 五號 五號 媽媽出錯 這邊 五號這位王先生 如果碩娟 是一個很兇的女孩子 你會不會很容忍他 應該是會 因為我覺得 再怎麼兇對我來說 都是可以容忍的 真的 假的 歡迎 歡迎 想泡杯 我自己嚇一跳 看他可以 他都沒有什麼感覺 他應該可以接水準 我發覺媽媽好像喜歡 比較秀氣 滋紋的 妳還問什麼問題 不是 因為她的個性 比較欠 對 很欠 但是她是 個性比較生理就對了 她是健康車 她不會散髮車 健康車 什麼叫健康車 健康車 他散髮車 他就是該管他會管 他不會管的 他也不會去管他 這樣 好 那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把牌子拿下來 好 可不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請 再問一個問題 五個人都要回答 就是這個張碩娟呢 有哪一個這個 不管是習慣也好 或是癖好也好 是你們最不能夠忍受的 你知道這個男女朋友交往 一定有一點 那就是 比如說生活習慣啊 或者是毛病啊 我知道了 哪一點是最讓你不能忍受的 對 你不能忍受的 其實大致上 並沒有什麼 不能忍受 但是有一次 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為我騎重型機車嘛 然後她一直很想騎我的重型機車 那有一次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她就是 我就是到便利商店買飲料 她就趁那個時候空檔 騎我的重型機車 結果不小心就是摔傷了 雖然只是輕微的擦傷 手部的擦傷 但是就是我還是說很生氣 因為我生氣的不是她騎我的機車 是這樣子太危險了 所以那一次你很生氣 就覺得這一點 偷偷的要騎摩托車 你不能忍受 對 2號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說 她出去 有時候很晚回來 就是都可以跟我講說去哪裡 或是說跟誰出去 都是事後回來才跟我講 之前都沒有講 對 這樣子 我可能在家裡找不到人 會很擔心 在家裡找不到人 你們注意起嗎 沒有 我在我家 我打電話去她家找不到人 總是會擔心說要去哪邊 楊先生 她常說我都會看妹妹的歌 什麼 阻止妳看妹妹 對 妳看妹妹她 她說妳為什麼亂看妹妹 這點妳最受不了 對 因為我覺得美麗是人要欣賞的 我是純欣賞而已 沒有說要做什麼 就是 對 真是 看妹妹沒關係 沒有看明明 就讓人家欣賞 看妹妹 對 來 請4號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說 她有時候出去跟她朋友玩 然後那些朋友大部分都是想追求她的朋友 然後出去的時候都找不到她 然後 都是要百分追問以後她才會說 那個男生 就是那個男生嘛 我說那不是想追你的男生嗎 對啊 所以我常常為這個事情覺得非常的難以忍受 是 5號王先生 5號王先生 我覺得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她常常會 在我面前 就跟別的男生 直接這樣子打情罵俏 直接怎麼樣 就是打情罵俏 那剛剛這樣子跟所有男主角接吻 你會不會怪怪的 當然會不高興 4號會不高興嗎 剛剛這麼多男人接吻 當然 我樂團要五個人 什麼啦 什麼啦 我了解我了解她的回答 她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感覺好像她整個band她都親過了 這樣子很難受嘛 喔 對不對 而且你還是最後一個知道的對不對 沒錯 楊先生 會 也是很不高興 很痛苦 好 2號 也會啊這當然 1號 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今天會很恨我們做的單位嗎 有一點 有一點 好媽媽都不介意你們介意什麼東西啊 對啊 OK 經過剛剛大家打破沙漠問到底之後 請舉第二次的牌 說不定你們答案有改 來 請 好 舉完牌以後 我們可以看看現場的同學 他們也選擇哪一個 來 請翻牌 5號 媽媽選擇5號 怎麼剛剛3號又跳到5號 媽媽請說一下 因為她喔 她在講的話 有一些比較好像 跟她比較會有 互動 對 妳感覺 跟她比較像我女兒的男朋友 說過這樣 也有了 對 印象好像比較好 對 現在覺得3號又不像了對不對 好 來 李明 4號 怎麼又變4號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個 越來越了解 從他們幾個人的這個口述當中 其實那個張碩就那個個性滿硬的 然後滿這個 滿倔強的 所以她應該會滿喜歡那種 就是大家都聽不懂的那種音樂的主唱人 對 而且她 她雖然喜歡她 可是她還是不去看她表演 我覺得她應該 應該會喜歡這個 那個 何一環 對 這應該是你這種 你這種怪怪女秘書的想法 真的啊 現在女生都是這樣啊 我就是很欣賞你 我覺得那個那個 你唱那種東西 我聽不懂很酷啊 就是出去 因為交男朋友 他們會 大家會互相比較 一群人出去 你男朋友是幹嘛的 我男朋友是樂團主唱 這很有面子耶 對不對 那管她唱什麼 反正不要去聽就好 對啊 萬一她 我男朋友是殯儀館館館 那種 真沒面子 什麼 你們空不臉 一號 為什麼呢 可能是 我是戲劇演員 所以當這個 一號在講到說 有一次 他上陽明山去兜風 在711前面 他只是講到說 那一次他想怎麼樣 突然發現張碩就搖頭了 他覺得 又要講那一次了 他一定是男友很在乎 而且常跟別人講 你不要像上次了 或者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事 所以他一聽他講 就是那一次 我們到雅明山 我們去兜風奇摸 是嗎 你怎麼不會想說 那個張碩娟搖頭是 這人編得太離譜 不是 對 我就 我也看到他搖頭 我就覺得 他這故事編得太離譜 他怎麼還有劇情 然後還扯到那個 怎麼會講得那麼小 而且他連我幾號來都知道 怎麼可能呢 妳知道李明依幾號來啊 不是耶 我說 我是說如果我是女主角的話 剛剛一定是覺得 這人太離譜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每個角度節目 這次我覺得他表情太細了 因為那個是 那個感覺是 又要講那一次 沒有 那個感覺 所以說啊 這次我們節目成功 大家解讀不一樣 連媽媽解讀也是跳來跳去 待會兒又不是5號了我看著 我們問同學剛剛看了那麼久 也很專注在看 1號了請舉手 絕對是1號了 3票 2號的請舉手 7票 3號的請舉手 3號 可以回家了 4號的請舉手 5票 4票 5號的請舉手 OK 天啊 6號的 6 OK 以上呢是我們第二次的舉牌 接下來要進行更深入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玩一個遊戲 就是女主角請出列 現在看到這個派呢 這個不是奶油蛋糕 這個是我們刮鬍子的泡沫 向各位解釋一下 味道還滿重的 現在我們想請女主角 要看她的表情喔 因為反過來 是不是自己男朋友 要把她這個 毫不考慮的把這個呢 砸到她臉上 你要看她的表情 跟男朋友的表情 跟雜質之間的那種互動 一轉身就雜了喔 好 一 二 轉 我叫妳回去嗎 妳該來幹嘛 來 媽媽秀好熱 光浩傑這一段最好 鬆喜喔 一 回頭看一下妳誰吧 3 真狠喔 來 怎麼樣 妳幹嘛給妳砸成這樣 妳的感覺是嗎 對 她真的很高興 很高興 好... 1 2 3 好像有停了一下喔 對 她們兩個絕對是好朋友 她們兩個絕對是好朋友 她們手在空中有提供 可是她們有可能是那種好朋友 對 我覺得這人絕對是 男女雙方的好友 因為她們玩得太開心了 怎麼樣 請對一下喔 每個人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同學也一樣啊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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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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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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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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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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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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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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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 張碩君她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後來我想一想 好像五號的那個懦弱的個性 非常適合她 我覺得她們一定是好友 絕對是男女雙方的好友 她們好像從我們這樣 這麼多關對不對 這個五號都配合 配合得這樣一大五 而且最親密的就是她 因為其他人就是 就是來這邊怎麼樣 如果不是她男朋友 她其實不用忍受這麼多嘛 對不對 那可是這五號 是最怨打怨哀的表情 同學們 我們再問一次 看有沒有改變你們答案的 一號的請舉手 還是票數減少了 二號的請舉手 八票 多了 二號多了 三號 還是沒人舉 三號早就應該回去了 剛剛還被砸了 四號 就被人被砸白砸了 四號的請舉手 四號也沒有人 五號的請舉手 觀眾一致同意 李明依跟媽媽的決定 好 女主角請到後面來 來 各位觀眾朋友 緊張時刻來臨了 到底哪一位才是張碩菅 真正的男朋友 我們下個禮拜 請準時收看我們的 等一下 到底是誰啊 不要關子賣那麼久嘛 是…馬上來… 馬上就來吧 好 我們按燈 你現在10秒鐘 我們喊19 8763 你走到 就一定位就抱住她 兩個人抱在一起 然後走到前面 來 請預備 倒數4秒 預備 計時 開始 現在這幾個男生的表情都很快 9 87 6 5 4 3 2 1 時間到 時間到 你看… 我撲住一個 你看 輕 supported 你看 輕鬆了 2號沒有辦票喔 來 請她唱首歌嗎 你要唱什麼歌 好 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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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那就表演親吻給我們看 一二三 OK 媽媽 媽媽臉 媽媽臉色多難看 媽媽來請到隊 然後跟媽媽解釋一下 等一下沒有人選對 等一下 連我都不知道幾號 等一下 原來我第一次真的看出來 他臉上在嫉妒的表情是真的 這個二號 真的耶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表情 可是後來他實在是太不成才了 表現太長 沒有 他很忠於他自己 他不是表演 他忠於他自己 他嫉妒就嫉妒 他該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應該讓他猜不出來 媽媽剛剛還想 媽媽那樣 剛剛是嫉妒 媽媽 你剛剛沒看到媽媽 你剛剛真的沒看到媽媽表情這樣 媽媽死了 我跟你講 媽媽剛剛坐這裡 你知道嗎 二號 她表情這樣 我陪你 怎麼猜的 真的要猜猜不出來 媽媽沒關係 反正還是來得及 你說好了 年輕人 如果嫉妒就好了 很無奈 嫉妒就好了 唉 壞名啦 一個壞名 壞名 妳自己愛就好了 妳自己愛就好了 對啊 她喔 媽媽人 東吳大學 會計師 會計師 她做會計師 最賺錢的行業 會計不一定都會很適合 你如果不嫉妒 現在跟她說 她說 咖啥脆脆的 不好啦 妳會覺得 我們講講 妳會覺得 妳會覺得 妳會覺得她這男朋友 都會 妳覺得都會不爽快的地方 對 妳說沒關係 煙刀都有報告嗎 什麼 最心啦 最心啦 對啊 她年輕人比較愛就好了 妳媽媽說話話 年輕人自己教她就好了 她要認真就好了 不要吃不肚子就好了 四小孩 四小孩 妳不要吃不肚子 因為現在年輕人 真的有很多 你如果說 不要說 成了家以後 整個擔子丟給老婆 像我們就 外交 喝酒 外面 妳說這個人已經離開了 只要是說她要認真的話 她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對… 但是她今天真的是 鄉隆叫我來上這個節目 我也實在是 真的也沒有準備 真的都沒有心理準備 所以說她今天 只要她喜歡就好了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媽媽 沒關係啦 妳沒聽蔡秀女說嗎 律師 醫師 派遣師 三種人物最會賺錢 不要擔心 這將來啦 希望她好好帶女兒去 但是我們很好奇 這個五號妳是誰啊 你到底是怎樣 妳是誰 妳哪裡來的啊 我是小茹的國中同學 我就真的 你這個小茹那麼大 她這樣子這個 小茹有沒有什麼話 要跟這個黃媽媽說的 黃媽 你相信我說以後 兩年後 我當晚沒回來 我會給索娟說 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活 好 感動 等當兵回來 媽媽其實最可惜就是 婚紗西餅也沒有了 三萬塊又飛了 你不會啦 等兩年又回來以後 媽媽今天是坐車來的是不是 自己開車 可以在這裡 她有錢又不夠 這樣不夠 你會在路的 你會在這裡怕小孩 那你走開 你們都跌破眼鏡了吧 年輕朋友 好 今天謝謝我們的鑑定團 那也謝謝四位男主角 也謝謝這些兩對家人 更謝謝媽媽 今天來的 今天可以放心 謝謝我們還有更精采單元 1 2 3 4